美军周日在阿富汗出动无人机空袭一辆准备对机场实施恐怖袭击的汽车 并炸死了车上的恐怖分子 事发后 凤凰卫视驻喀布尔特约记者王全驱车前往空袭现场 发现一处中产民宅 而死者家人向凤凰卫视记者声称 在空袭中丧命的家人都只是普通老百姓 与恐怖活动毫无关系 好 来看记者发挥的现场报道 美军在阿富汗境外操纵无人机发动试剧外空袭行动后 凤凰卫视驻喀布尔特约记者王全驱车前往爆炸地点实地了解情况 空袭地点位于喀布尔一处民宅区之中 可以看到附近房屋建筑都比较完整 属于中党居住区 小巷也很干净 由于位置复杂 司机需要多次向居民问路才找到 去到附近就看到大量阿富汗老百姓在围观 我已经来到了这个 昨天美国袭击的爆炸现场 很多的老百姓在这个关注 一进入遭遇空气的民宅 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居称是恐怖分子所用的汽车 院子里一辆汽车稍都只剩下支架 另一辆汽车更是被炸的全毁难以电认 汽车上都看不到有车牌的痕迹 翻译人员从现场民众口中了解到 奇迹造成10人死亡 包括了7名车 从旁边被炸毁的房屋楼上往下看 可以看到整个爆炸现场的画面 而房间的玻璃也全部都被震毁 学者的亲属在房间里表情痛苦 亲友们也过来安抚 而从房间的布置可以看出 这里是一个通产家庭 这名男子向记者表示 他的弟弟和他自己的女儿都在爆炸中身亡 他声称他们都是平民百姓 他的弟弟是一名为外国工作的工程师 不是恐怖组织成员 在阿富汗机场发生大爆炸 美军有大量死伤之后 美国政府高调声称 要对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报复 但这种报复是否能够精准地打击恐怖主义 同时避免无辜的百姓伤亡 目前看来并没有说到 而美军撤离阿富汗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各种威胁已出即发 阿富汗目前就像是一个火药桶随时爆炸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驻喀布尔特约记者王全 来自现场的报道 感谢